尊敬顧客,欢迎使用CNK游性版高速双标印刷机 在使用本机之前,先向你介绍一下本机的基本情况和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会向你演示整个印刷过程 本印刷机可以印刷各类双标带,包括C带 胶带,无仿布,聚脂带,泥龙带等等 印刷速度快,印刷精美,内洗水不褪色 而且已得到了CE凝症 下面介绍一下机器各方面的情况 和使用过程中的要领和注意事项 本机电源要有可靠的接地保护 采用220x15A的电源 插上电源前,要确保本机器是水平放置 不可以在震动或凹凸不平的环境下启动 现在介绍一下本机器的基本结构 这是控制面板 面板上的按钮分别是 电源开关、电源灯、两个温度控制器 计数器、调速器、点动键、运行键、停机键、急停键 这是放料支架 用来放置卷装丝带 右边是印丝带面部的印刷柜 左边是印丝带底部的印刷柜 印刷柜由丝带输送棍、网纹棍、板叉、墨斗及板棍组成 印面部分的印刷柜中间有一个大的丝带输送棍 用于承托托棍组织带 输送棍上贴有一层吸附膠布 膠布的吸附力可以将织带固定在印棍上 确保织带不会走位 上面两块是化热板 用于控干印刷后的织带 最后这个是收料支架 这些就是本机器的基本结构 接下来介绍一下板棍的组装方法 板棍由板筒、板芯及齿轮组成 板芯可以装配不同规格的板筒 印刷不同长度的商标 需要不同规格的板筒和齿轮 客户可以根据生产需求订造所需规格的板筒 详细的板筒规格可以参考机器说明书 组装板棍的操作很简单 把板芯插入板筒 用六角时上两边六个螺丝固定 然后再装齿轮 再上六个螺丝固定好 就完成了板棍的组装了 板棍组装完成后放上板棍座 就可以在板棍上贴上油板 剪下一块比油板尺寸稍微大一点的双棉胶 贴在板棍上 贴双棉胶时 一定要拉直确保里面无气泡残身 贴上后撕去双棉胶的保护纸 然后将油板贴在双棉胶上 板棍上刻有很多条滑线 用于贴油板时作基准参考用 可以确保油板不会贴尾 贴的时候油板接口位 要对准双棉胶的接口位 贴好板材后就可以装麦斗了 先来看一下麦斗的结构 麦斗的主要部件有两块电木板 一块麦斗刀片 四个长螺丝 三个短螺丝 和两个大圆螺丝 装麦斗上机前 先把麦斗上的四个长螺丝 三个短螺丝领松一点 然后装上印记 将麦斗往网民棍方向用力压下去 确保麦斗两边的电木板 完全陷入印机的麦斗座上 然后再用配置的麦斗锁柄 锁着麦斗下面的两个大圆螺丝 确保麦斗不会有松动 再将四个长螺丝 三个短螺丝 凭手轻轻扭 注意不可以扭得太紧 否则麦斗刀片就会容易磨损 麦斗装好后就可以上油墨 用墨铲轻轻轻把油墨刮在网民棍上 小心不要刮花网民棍 然后按控制台的点动件 运行一下机器 以便油墨均匀 装好油墨就可以上丝带了 将一卷丝带 装上放料支架 再插上一支插烧固定丝带 然后将丝带拉出 先拉动左边印刹位的胶棍手柄 松开胶棍 然后将丝带穿过左边的印刹位 穿过后将丝带拉到第一层发热板上 再拉到右边的印刹位 同时也松开右边印刹位的胶棍手柄 将丝带一端贴在输送棍的胶部上 胶部有吸护力 可以将丝带紧贴在输送棍上 再点动机器 将丝带运送穿过右边的整组印刹位 当丝带转出来时 将丝带拉到最上层的发热板 然后在收料架上放上一个丝带纸圈 将丝带贴在纸圈上收紧丝带 然后在丝带纸圈处插上一个插烧固定丝带 穿好丝带后 再将两边印刹位的胶棍手柄 回复着位压紧丝带 然后调置收放料处的淡黄及螺丝 直至丝带的松紧程度适合位置 丝带穿插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条板刹 本机每个颜色位置两边都装有一个板刹 每个板刹有两个调置压力的螺丝 一个调上下压力 一个调进出压力 首先将板刹手柄松开拉出板刹 跳支平衡 然后装上贴好的油板板棍 线拉出板棍拉柄 将板棍一端装入板棍拉柄的凳位 再将齿轮端对准板刹的凳位装入 然后双手将板刹平衡地向内推进 将油板突出部分 对准摩纹棍与丝带 然后锁两边板刹上的手柄 再将板刹的进出压力螺丝领出 然后按控制台的运行件运行机器 慢慢调试压力 凭手感调动每一个压力螺丝 再用六角时上下调置板棍 对准印刹位置 将固定丝带圈移到适合位置固定丝带 一边调试一边查看试音的效果 直至位置对准调好的最好状态位置 调好机器后就可以设置 控制面板上的计数器及温度控制器 计数器是用于计算印刷双标数量的 输入需要印刷的数量 当印刷数量达到输入的数量时 机器自动停机 计数器的计数方式是 双标数量乘双标长度 长度按毫米计除以120 把计算得出的数输入计数器就可以了 如果在输入的时候 不小心搞乱了计数器的计算程序 请参考计数器的说明书重新辞致 然后调至控制面板上的温度控制器 调到适合材料的温度即可 注意左边的温度控制器 是调至上面的发热板温度 右边的控制温度器 是调至下面的发热板温度 也就是左上右下 整个印刷调剂过程已经操作完毕 可以按运行键开始印刷 印刷中途需要留意一下 丝带有没有出现走位 或者因发热板温度未调高 而油墨未干透 而导致印后收了时 拖花油墨或是画花丝带 如有异常情况 可以按停机键或急停键检查 以上就是本机器的印刷过程 印刷完毕后 就要对机器进行清洗工作 印刷完成后 要尽快清洗印刷机 不要让油墨长时间停留在机器上 先把板棍刷射下来 放在板棍座上 再用墨产将油墨挂下来 再将墨斗拆下 然后马上清洗网民棍 按运行键慢速运行机器 进行网民棍清洗 戴上手套 用占有天拿水的软布 拆干净网民棍上的油墨 网民棍无必要清洗干净 不要有油墨残留 否则会影响网民棍的伤墨效果 先清洗网民棍再清洗墨斗 要注意清洗干净墨斗刀片的缝规 与两边的垫木板 确保刀片底部的缝规 没有油墨残留 最后再清洗板棍 先用沾了天拿水的软布 拆干净板材上的油墨 再撕下油性板材 再撕下霜棉膠 用干净的软布 将板棍擦拆干净即可 机器的发热板也需要定期清洗 关闭温度控制器 待发热板温度降低后 用软布尖小量天拿水清洗干净即可 机器清洗完毕 要记住将油边印刷台的 膠棍手柄松开 避免膠棍长期夹紧膠布 令膠布变形 以上就是CK油性板 双标印刷机的印刷过程 和注意事项 再次感谢你 使用CK系列油性板 双标印刷机 如果你在使用当中有任何疑问 或者需要帮助 欢迎随时与我公司服务部联络 我公司会尽快为你解决问题 多谢